底下贴起来就是被喷漆的地方 蓝黄相间的乌克兰国旗配色 上面写着我们支持乌克兰 这是挂在加拿大驻北京使馆外墙上的看板 结果上面被人喷漆 用英文脏话谩骂北约组织 在前方又是家国的驻华大使馆 今晚现场非常明显的便衣守卫 但是在3月2号下午却遭人突破防线 喷其抗议 不止外国使馆遭殃 大陆跟香港五名知名历史学者 连数表态强烈反对俄罗斯发动战争 结果文章被删除 还有大陆网民不断谩骂 说学者书都白读了 还有人说难怪当年要有文化大革命 另一名大陆知名主持人金星 一样在微博上表态反战 也同样惹来善文谩骂 这样的情绪 以为还身处乌克兰的中国人带来风险 搬运行李的时候 被误以为是搬运军事或 被从事 在腰部中断 临日来 接连传出有中国大陆侨民 遭到乌克兰人枪击 许多人选择撤离 但这条路也不好走 现在在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边境上 这个车队拥堵的情况特别严重 刚刚那个位置至少距离我们能有三公里左右 有大陆网民形容 一场发生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却在中国内部掀起窝里斗 有人支持俄罗斯 认为真正挑起战争的是美国人 但也有人提醒俄罗斯也侵占了中国的土地 还没有还 TV声音 朱光宏 陈韵文 北京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